这个B真的只能为这个B来行 这个B运气真的太好了 打一个100级的武器 是无级别 不是强化的 心情不好 又买打强化的 又他妈见证出无级别了 这才是真正的逆袭 谁有连续两把武器多出无级别 这运气简直就是天选之子 昨天晚上自己无聊 鉴定了一把剑 他自己无聊啊 鉴定了一把110级的剑 而且不是强化的 老板觉得这种事情 很没意思 很不过瘾 凭什么他鉴定出的武器 不带强化 不是120级造型 然后他一生气 又买了两把武器鉴定 又鉴定出了一个无级别 玩的呀 这次是强化 这个我操 这个太 太狗托了你知道吗 老板是这么说的 王总我昨天鉴定了110级剑 出了人生第一把无级别 后来觉得不是强化的 不会因为鉴定两把强化的武器 出了140的无级别 今天上午帮我姑娘家 顺便打10个酒眼 哎呀真的 我觉得现在真的是什么都流行跨界 一个本应该是打造宝宝装备的玩家 结果打了两把武器 出了两把无级别 这个这个这个 妈的啊 这个B真的 只能用这个B来行 这个B运气真的太好了 打一个100级的武器 是无级别 不是强化的 心情不好 又买打强化的 又他妈见证出无级别了 他就买这俩 一个是无级别 一个是神佑 这他妈 这没有道理啊 我很生气 你知道吗 我很生气 这个人啊 在我这直播间玩了 没有三年 也有两年了 每天就是风雨无堵的 坚持打宝宝装卖啊 一天打个十件 拔件的 就打出个六十 六十张爱的宝宝装卖算不错了 今天出了两个集结啊 太那么够了 好生气 分解了 好生气 好生气 来到什么时候去了 垃圾他们十件宝宝装备 第一代法立家漆垃圾 六耐 十一 十一法六耐垃圾 三十五伤害 七零垃圾 三十九伤害 不够高垃圾 十五法 没加其他的垃圾 二十二粒 无法垃圾 七敏垃圾 五十六伤害 加十零 还行 十三力量 七零啊 这都不关键啊 来 那么看第一把巨剑啊 来看这把巨剑 把巨剑先看 用三百九十五 除以三啊 再加三百四 四把武器 十段宝石 八二三 这把武器 十段宝石 是这些啊 还能有点双加 这把武器的话 你们觉得能卖上六千吗 这把武器的话 我觉得差不多六千块钱 六千块钱 六千块钱 差不多到头了 打完保持七千吧 看这把武器 这把武器的话 用五百四十 除以三 加四百五十一 武器的话 六百三十一 五百三十一的话 再加上双加 双加的话 这是一个四十一啊 四十一 这把武器的话 只有魔族的利地斧能用 What 登录的无级别 的是属于 比较稀有的无级别 再加上二十七点 四七 这把武器 打一个十四段 是可以的 用十四段 乘一个二十五 再除一个三啊 再加上一百一十六 点六六 这把武器 七百七十五 这把武器 看错了 只有凌波城 这把武器 这把武器 这把武器是散 这把武器是散吧 兄弟们 陶瑶瑶只有先足能用 是吧 老汪你排队无价 排满了 不用慌了 已经排满了 当我直播的前两分钟 排号一定是排满 来的太早是昨天的 来的太晚的 排不上队 就其实主要还是运气 没有什么规律 好 这把武器又登陆了 然后用的人是先足 再重新算一下 刚才双加算错了 四十二 乘一个零点五七 二十三加九四 再加上一百一十六点六六 现在是一百四十 然后用五百四十除以三 五百四十除以三 五百四十除以三 再加上四百五十一 这把武器再加上六百三十一 再加六百三十一 这把武器七百七十一 靠双加 双加的话不太适合物理系 也不会也还行吧 反正体内是万能的 这把武器在一百零九用 特别好用 零魔城 女灵魔城 四万 四万差不多吧 所以你们这把武器 伞的话 这个就不叫伞 叫 这把武器叫啥了 登陆 登陆的话估计也比较少 咱们参考的只能是 其他的女的仙族的武器 类似于飘带 之类的 飘带的话也是存仙族 但是飘带可能没有 没有这个好看 普陀 利普没有利普多 这两个东西的话 大概估价的话四万六吧